再來我們要講解的是147頁這一個題目 等協圖 等協圖基本上就是 那個 我們繪製的時候 正面繪製出來 深度傾斜 我們課本都是寫45度啦 所以在CNS裡面其實沒有規範啦 有些課本說30度60度都可以 或是他會標一個傾斜斗幾度 好我們就依照課本45度來畫好了 第一個 一樣要把 那個剪圖畫出來 所以你可以看這三個 跟這裡有關係嘛 所以你看對應過來 跟這個高度有關係的就是這個 連線嘛 所以我就知道 這個圖 應該是長成這樣子 哈 這邊沒有標到一公分 對啊 這裡每一個單位是一公分 好啦 同學在畫等角圖的時候要有一個 概念 不一定都要從前面往後畫 哈 哈 再來這個區塊就是這裡嘛 哈 因為他等角圖大概是像這樣子嘛 哈 所以我們就依照這個 來畫他的 那個 等斜圖 哈 老師把相關的尺寸先標一標 老師把相關的尺寸先標一標 你可以看啊 老師在畫的時候 然後 哈 哈 三角板一定擺成這樣子 因為這裡有個請斜肘 哈 這樣子我們在畫的時候會比較簡單 像這樣子 好啦 我先畫中間這個平面 哈 好 我會往下一點點 好這裡有刻度嘛 我先 畫 結構線 好同學在畫的時候 記住 老實現在 因為我要讓你看得清楚 所以我畫重一點 實際上 在畫的時候應該輕一點 哈 好這裡還有一公分也稍微知道一下 好 再來是三公分 好這邊有刻度嘛 所以我可以用這邊的刻度來畫 哈 哈 這裡是兩公分 哈 再來這裡是三公分 好 好了之後 好啦 我們先來畫完成線 對不對 好啦 過程線了 真不要急 所以我這裡可以往前 哈 往前是三公分嘛 所以我可以把磁 稍微挪動一下 所以在這裡 哈 好 這裡 可以畫垂直線上去 哈 哈 這裡 這邊 哈 哈 我剛剛應該先把這個 先畫一下 所以這邊 等一下我們都會用到 所以這邊是一公分 所以 我先把它調到這裡 再對一下刻度 一公分 哈 哈 哈 好了之後 我們這個就可以往後 哈 挪動一下 這邊是一公分 哈 再來 啊我先把這裡先畫一畫 哈 OK 對勒 再來換這邊 往後 這邊是三公分 一樣挪動一下 三角板 好 再來 這裡都要往後 往後 好 這裡剛好一條直線 看不到 所以這裡要往後 好 好 三公分 因為老師的光源是從這邊來 所以我三角板放在這邊 其實這樣子比較難操作 這邊接起來 好了 所以這邊也要量三公分 我把他移過來 我把他移過來 這邊也要量三公分 好 所以 過程線已經有了 老師現在用 紅筆下去畫了 是讓老師看得比較清楚 用紅筆是讓同學看得比較清楚啊 哈 好,我把它反過來這,因為我的光線的關係齁 我在用的時候很不好用,在 對那個直線的時候不好對,所以我把它翻一下 齁,好了 好,再來 這個斜線 好,隨便的 好,這一點對這一點 好,所以這個 答案基本上就像這樣子齁 好,所以答案就像這樣子 好,所以老師這個 應該是這裡答案寫錯了齁 這也要改成0.5mm 好,所以這裡改成0.5mm 這格子才畫得下去齁 所以這有一點錯誤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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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